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启发提供了探索人生重要议题的机会 这是大家聚在一起公开坦然探讨人生议题的绝好平台 我是吉马 我是托比 欢迎你来到启发 我的朋友跟我说 他们开车来启发的第一个晚上 在车内足足坐了半个小时 观察从教会门口进出的人群 一直到他们感觉这些人看起来都还蛮正常的 他们才决定来试一试 或许你可能会认为自己是这群人中唯一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不是基督徒 一辈子都没有去过教会的人 如果是这样 你来的地方了 启发就是为那些不是基督徒 也不去教会的人所量身打造的 你可能会因为大家不认识 没见过面 一谈论人生的道理和信仰有些尴尬 启发最大的魅力就是能在几个礼拜以内让大家彼此变成很棒的朋友 来启发之前有一段时间 我对基督教根本就没有兴趣 更没有想到会加入启发课程的行列 我们家不是基督教家庭 我爸他是犹太人 没有信仰 是个无神论者 我妈妈也不上教会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基督教非常的反感 我一直认为上教会是非常的无聊 对我来说什么宗教啊 教会啊 基督教 这些都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乏味 尤其是基督教让我有一种莫名的罪恶感 我根本不想接触 我觉得都是骗人的 我学的知识跟道理才是最正确的 所以我可以讲出很多不同的道理来反对基督教 我相信我的逻辑判断能力才是最正确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特别喜欢跟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辩论 读大学的时候 很多同学都知道我是一个无神论辩论家 我不认为基督教所讲的道理跟我的人生会有什么关系 一个活在两千多年前两千多英里之外的古人 能够跟我扯上什么关系 那根本可以说是疯马牛互不相干的事情 但是话说回来 我认真地想过我的生活里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 我的意思是我无法满足当下 演员金凯瑞说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有钱有名 得到梦想的东西 但当他们真的拥有时就会知道 这些都不是答案 有些人梦想成名成为大众的焦点 赚取优渥的收入 有些人希望能够快乐的生活 无论在人际事业金钱各方面 但你是否隐约感觉到 即使这些都很好 但生命应该不止这些 是啊 太多的时候人生跟我们的期待落差很大 即使我们美梦成真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内心还是觉得不满足 不知道为什么生命好像总是缺少了什么 喜剧邪心罗苏布兰德曾经说 酒和毒品都不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现实生活 酒和毒品是我填满内心空虚的解药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才是能够填满人类灵魂深处 深切渴望的那一位 耶稣宣称 他才是那个人 那个能填满心灵饥渴的人 启发是一个轻松自在的空间 你可以在这里提出自己的想法 挑战一切 没有任何问题太复杂或太简单 你的观点和任何人的观点都一样重要 未来几周 我们要一起踏上这趟旅程 探讨生命和信仰的意义 想想看 如果你能活到七十岁 你将花二十年三个月的时间睡觉 十年五个月的时间看电视 五年九个月的时间花在路上 七年六个月的时间吃吃喝喝 剩下的时间 你还能够活五十七万个小时 所以为什么不花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来探索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呢 欢迎来到启发 我们下一个月的时间 感谢观看